三重区光新国小每年暑假都会开办多元的暑期营队 其中已经发展多年的羽球校队 更是会利用暑期营的开办 希望招揽更多有兴趣的孩子 并且从中发掘有潜力的未来选手 暑假一开始光新国小学生就展开丰富的各项活动 学校多年来都会利用暑假开办多元的课程 希望孩子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我们整个组架包括羽球 直排轮鞋 包括扯铃等等我们都陆续开办 目的都是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夏季 羽球队其实已经是长年来学校系有的规模 然后其实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孩子 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学习方向跟兴趣 那主要还是培养小小选手能够在这方面乐于学习 然后乐于运动 光新国小羽球队可以说是校内的传统之一 老师会透过每年暑期营的开办 招揽有兴趣的中低年级学生 先从培养空间感开始慢慢训练 主要是先让他们喜欢羽球这个项目 然后再培养小朋友对于他们的空间感 因为羽毛球很吃空间感 如果你今天空间感不好 你会怎么样都摸不到球 所以我就基本上是先收中低年级的 培养他们的空间感 借由羽球营 然后来找几个比较优秀的选手 可以培养的 然后就把它拉来校队 然后为我们学校尽一份心力这样 有时候只要一个接触学习的机会 说不定就有机会发掘孩子的潜能 学校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积极开办多项课程 希望尽可能满足需求 记者高新峰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